英律无情第一 二和齐 2018年7月妙音护生图书馆音刊 上官玉华原著第101页 远至西汉1900多年前春宫银图的作者 至今仍求在大地狱中受苦 感恩福的种种慈悲方便度换位 大众安排创造种种修行的机会 修行不尽则退 真惭愧本来昨晚要去地狱 英类的原因而推迟了 借此在佛菩萨面前祈求忏悔 佛在很多经典都教我们大家 如何精进如何守戒 惭愧惭愧在《华言经》中 佛说菩萨摩合萨诸不放异 得十种清净 何等为时所谓 教化一切众生勤精进 深入一切法勤精进 严禁一切世界勤精进 修行一切菩萨所学勤精进 灭除一切众生恶勤精进 窒息一切三恶道苦勤精进 催破一切众魔勤精进 愿为一切众生做清净眼勤精进 供养一切诸佛勤精进 并一切如来皆惜欢喜勤精进 事为时 若菩萨安住此法 则得具足如来无上精进波罗蜜 感觉自己在修学精进这方面仍有缺陷 真要加倍上进了 再看大宝积精 菩萨葬会 佛说 设立此 我当为辱说兼顾忍 兼顾正寝方便辟语 会令菩萨的兼顾忍 兼顾正寝 行菩萨道 不顾生命 无孔无菩 无精无味 发肆兼顾勇猛威士 真是惭愧 连续去了几次地狱就累 愧对佛菩萨教化大恩 要继续努力守好劫 精进修行 报佛菩萨安 也愿大家都能成就无边势力 勇猛精简 正寝精简 戒如明珠 出发前 发现脚下多了朵莲花 感恩护法 佛菩萨永远是慈悲的 今天有朵莲花 速度快很多 一刹那就到地狱了 跟判官行礼 判官已经在等我了 阿语说 请教判官关于写银书 印银书 卖银书 拍色情电影 造色情光迪老板的鼓报 拍色情电影演员的鼓报 卖注银用品如春耀等的鼓报 判官说 我带你去参观一个叫烟花翻滚地狱 我们交谈之间 已经开始感受到一种另类的气氛 很负面的 应该说是一种银气 整个地狱已经充满无穷的银气 但这边的地狱是银气 比银气还要重很多很多 就是银气盖过了银气那种 还有一种浓烈的腥臭味 如果是为了要说给大家听 真不想去看 已经到了 又是大号叫伤 痛苦呻吟伤 这里有很多难能拟拟的灵 他们互相之间 不会交谈 互沟通问好安慰对方 简单就说句 你苦吗 亦不会的 因大家只是不停地在受地狱报 我看到其中有一个灵 在一张很小的椅子上 双手按住椅子 然后到里 就是头向下 脚向上 很夸张啊 之后掉在地下摔死 又复活再来 判官说 这是在事实 喜好写一些银书中的动作 与导难力来行喜银的果报 有一个灵 用单手一直撑着点 看他累到 以貌汗发抖 等他一停下来 马上有巨鸟飞响 吃掉它之后 复活再重复刑罚 这个原来是 生前喜好描写特别 夸张的行邪淫动作 例如鞭打 追求感官刺激 那些人的刑罚 有一个灵 在地上一直不停打转 一停 马上有很多巨狼 来把他撕碎吃掉 这个是生前 喜好炮制一些 催淫的迷幻药 所受的果报 有一个灵 被惩罚单脚一直站着 好像在做行淫动作 当他停下 有大铁鸟冲下来 把他及时撞死 之后复活 又重复刑罚 这个也是写色情 书籍的果报 有一个灵 一直不停地吃药 当停下时 马上强烈呕吐 致半死之后 又被逼再吃 这个是生前 专门研究生产 一些春药催情药 所受的果报 有一个灵手 拿着火去灯管一样的行举 一直在烧自己的生殖器 直到生殖器烧毁烂掉 在复原后 又在循环反复地受苦 这个是生前 喜欢卖注银工具的报应 有两个灵 一起拿着一些 灰真东的小蛇 在他们自己生殖器旁行行 这两个都是受生殖器 虽然居苦的 他们两个是生前 专门卖新产品的老板 有个灵坐在一张很小 但又坚又烫的椅子上 在烧的通红会喷火的台子上 写东西 我尝试接收他的意念 原来他的心在想 如何写银书 当他要写的时候 双手马上被烧掉 之后再复活过来 重复再受这种火刑 这个也是写各种银书的果报 这边有些男女灵 好像十分欣赏那些银书 影颠倒妄想的原因 他们脑子里充满银语 所以看到是银书 我看见是像白纸一张的东西 这里有一台外形很大的电脑印刷机 当他们想印出银书时 这部巨大的机器 就会把它们吸进去 全身经过机器 压成肉浆肉泥 雪花飞溅 狂号狂叫 那种超级大的痛苦 简直无法言喻及忍受 一日之中 要受刑千万次 看到这里 我再也不能继续看下去了 自己都感觉到一场辛苦 这些都是生前拍色情电影 制造色情光底 要承受的巨大果报 我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再请问判官 这些罪灵究竟要受报多少年 判官回答 他们要受报多长的时间 是很难说 基本上可以说 只要他们所写 所印的言书 所拍的色情电影 色情光碟 所制造的纯药 壮阳注银之类的药 在人间全部消失之后 那他们才有脱离地狱的一日 就算在投胎做人 也是要受极低等的下剑报 具体真实受刑时间 唯有福菩萨才能解答 这个地域 现在新加建了很多层 亦增加了形形色色的刑法 以前占地面积没有那么大 现在因科技的发达 印刷生产这类的谐音产品 是高速的 而且数量也惊人 性商店在人间也开得极多 犯罪犯解的人 达进地狱受苦的 实在难以计数 其实地狱是人间的倒影 人间有犯解的新东西 地狱马上就会加减 来迎合这种报应的需要 犯罪的众生受终后 就会来到这里受苦吧 阿玉说 这些无耻精的刑罚 不就等于是在 无间地狱受苦一样吗 判官说 这里比无间大地狱的苦 还是差得很远很远呢 因这些书及谐音产品 可以祸害到无量无数的众生 特别是电脑色情网站 就连天真无邪 纯阳体的小孩都受污染 这是音律中 无法容忍及赦免之事 我告诉你 刚才说演员 如是被强逼拍色情电影的 果报会轻一点 也要受苦一百年 但要保证以后一定不会再犯 同时要在家忏悔罪业 如是为了钱 只拍一部以后 不再拍了 则受报一千年 如果王后 自己全部买下色情光碟烧毁 真心忏悔 则割减去五百年的刑罚 导演拍色情电影 或发行制作色情光碟的人 寿终要入此地狱受报 一直到色情电影及光碟完全消失 才可以处理此语 其他相关的工作人员 则打入此地狱受报五万年 所有写银书 印银书 卖银书 拍戏银电影 色情光碟的老板或演员 导演及有关工作人员 全部在生时 一律被折服减受 每部银书或电影 折服减受一年 阿语说 请问判官假使开设网站 售卖色情光碟影像 或公开给人下载 无论是收费 或免费的他们报应是什么呢 判官说 这个道理是相同的 一样打入此地狱 直到自己所卖的色情光碟 在人间永远消失 有关色情网站 也要彻底完全关闭 才可处理地狱报 你回去 一定要好好地告诫大家 要手法处理 奉行戒律 则免遭天前 今天 暂且到此为止 你先成莲花回去 日后再来 我要向读者明明说明的是 我造访地狱了解的内情 是我神是在清醒的状态下 仰仗佛力前往的 而不是在梦中去的 或者不是像天荡一贯到等 用伏击的方法问出来的 我是己规依佛教 赤长颂 守五界的三宝弟子 我叫做 阿玉 以上所说的句句都是真话 回向一切众生 吸尘佛道